民眾黨在十八號召開了第一場的查帳記者會 可是現在再度爆出很多疑點 比方說吳欣營 她在十月份訪美的帳目申報 日期寫著十一月六號 但是人家是十一月二十四號 才成為副總統候選人的 現在這筆帳被質疑申報的正當性 而對此黃珊珊記者會上面表示 這一切都很合理 有人說我們在造假 也就是吳欣營非美國的時間對不上 民眾黨查帳記者會第二回合 時任競選總幹事的黃珊珊 主動提起訪美團帳目疑云 因為這筆申報日期有疑點 黃珊珊十九號說 主席柯文哲市去美西團 勿登為美東 訪美花費八十九萬六千三百八十元 值得注意的是吳欣營的美東團 五十二萬八千六百元申報 交易日期是十一月六日 但吳欣營在十一月二十四日 才成為副總統候選人 難道正式參選前 就可以用正副總統選舉的項目 來申報費用嗎 當然不行啊 你不是副總統身份 你所謂的支出 就是你個人的支出 怎麼可以用總統 副總統的政治現金申報 吳欣營幫忙柯文哲的競選 選屋的工作 跟是不是副總統候選的身份 並沒有關係 而且這個申報 也沒有任何的疑問 所以這是一個合理暴障的時序 我想這是一個嚴重的烏龍爆料 強調一切都合理 不過出訪日期在十月三號也被質疑 怎麼過了整整一個月才申報 旅行車的勤款都是十一月 各位都知道所有的核銷都是事後才會來勤款 所以核銷的時間在後面也很正常 善後小組的例行記者會都會再報一點 讓記者會除了查帳也要給外界交代再交代 記者 我全軍陳明華SNG採訪報導